不论性别年龄 只要热爱唱歌 法拉盛网好声音的舞台 就等着你来发光发热 这是主办方在第四季开赛记者会上 喊出的口号 我就觉得就是歌手 就歌手他们觉得需要这个平台 我自己也很喜欢 因为我自己也很热爱唱歌 我就觉得看着他们在成长 我也很开心这样子 前三季比赛以后 很多参赛选手走进了娱乐领域 担任司仪表演人员 或者舞台的幕后 活跃在纽约社区 我觉得我的收获是越来越自信了 然后其实每个人只要有梦想 都可以唱歌 只要你努力 可能花时间去努力 然后在这个平台上是绝对公平的 开始报名第一天 已经有两位选手慕名而来 因为小时候没有很多机会 来参加像这样的节目 然后这次让我知道 我就赶紧要先过来报名了 我也是从小都比较喜欢音乐的 所以希望通过这个平台 然后有机会去 就是去做小时候喜欢做的事情 为华人社区带来活力 是这个歌唱比赛的宗旨 因此得到多个商家的赞助支持 获得肯定 我们社区里面人才积极 很多小孩子有天分 但是没有这个平台去发过他们出来 就参加一个歌唱比赛 从这方面去发展的话 以后有机会前途更好 对选手来说 第一是要自己喜欢 第二要勇敢地走上舞台 第三不要计较名次是多少 是一个锻炼的机会 有兴趣的观众朋友可以拨打电话报名 首场出赛将于12月12号下午1点到4点 在法拉圣图书馆举行 法拉圣好声音加油 新唐人记者陈小天唐城 纽纽报道